新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处长朱文祥上任第一天 和华文媒体亲切会面 并且表示对乔务发展的关切 新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处长朱文祥上任的第一天 与华文媒体亲切见面 并且表示在任期间一定会尽量在桥界撬开每一扇门 握住每一双手 朱处长上任之后还有紧凑的拜会行程 5号他将拜访中华会馆 台湾会馆 以及南加州旅馆工会等桥界社团 我在这里会敲每一扇能够敲得开的门 握每一双能够握得到的手 将台湾的热情展现出来 为台湾交朋友 我希望桥物中有证物 证物中有桥物 然后鼓励我们桥界的朋友 能够鼓励他们的子弟从政 或是参与公益活动 因为为善最乐 只有当你去付出 去关怀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这里有一个永久的立足之点 新上任的朱文祥处长 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 曾经担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 兼代主任委员 朱爱丁堡与迈阿密办事处处长 朱瑞典代表以及朱吉里巴斯大使等职位 丰富的阅历和经验 让桥界对她的认知信心满满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